大哥 割韭菜割多少算多呀 要啥自行车 我没说要自行车呀 你把这韭菜割这么多下来 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啥分 韭菜们还得谢咱呢 谢笑 你看看 那我也来割割韭菜 我谢谢你 大哥 这划分不对呀 你是不是傻呀 它是今年才种下去的 不能割呀 当年种植韭菜根系 需要吸收大量的营养 才能保证来年的生长 你现在割了 它明年大概率长不出来咯 哇 大哥 你懂得可真多 学到了 兄弟 韭菜不是你这样割的 你看这里 韭菜躺平了吧 扶起来再割 把根留到这里 一般留三到四厘米 等这些再重新长大了 再割下一波 躺平的也不能放过 扶起来割掉 大哥 我咋觉得你在骂人呀 我哪有骂人 韭菜们都是有自己的信仰的 只要稍微赔点甜头 它们就会再长起来的 书上写了 收割之后的韭菜 在一到两天之内 进行一到两次追肥 并且在伤口愈合之前 不要浇水 这样 它们就会很快长起来 哇 大哥 你这妥妥资本家的操作呀 哈哈哈哈 不